FRP 大家好 我是Kanok Jen 我是Jun 我是局地超馬泡者 以及美式足球選手 一路成長的過程中 我其實接觸了很多運動 以及不一樣的環境 我覺得我家人對我的影響 佔了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爸跟我媽 對於我從事所有的運動 都非常支持以外 從小也會帶我們去戶外 或是讓我體驗 各種不一樣的活動 馬拉松對我來說 他的距離已經不算是挑戰之一 然後剛好2016年的時候 有這個機會 看到沙漠超級馬拉松的比賽 然後剛好當時 其實又對事業 以及生活有點低潮 然後剛好碰到我父親 剛好得到癌症 所以為了要鼓勵他 繼續對抗病魔 所以我選擇挑戰 這樣非常艱難的戰士 因為你做你沒做過的事情 才能做你做不到的事這樣子 像這種國際性的賽事 其實報名費都非常不便宜 至少報名一個比賽 至少三千八美金起跳 這些不包括你的機票 以及裝備 以及準備所有東西 因為大會需要在安全上的顧慮 所以他會希望你 他有三十到五十樣必備物品 你必須帶著 這些包括你的睡袋 食物 一天至少要求兩千卡路里以上 以及你所有的裝備 你要拿來求生在沙漠 在完全看不到人的地方 你要怎麼能生存的物品 這些都是你跑超級馬拉松必備的 而且很特別的是 你要把它背在身上 我覺得這部分 其實對大家來說 是比較不好想像的 因為這除了錢以外 重點是你的準備 其實你一開始根本是沒辦法 去衡量這樣子 極地的天氣氣候地形 跟我們在台灣 或是我們平常能訓練的方式 地形都沒辦法去模擬 所以說呢 相對起來 我們訓練的會比較難一點 可是我自己有自己的訓練方法 是我會譬如選在 天氣最不好的時候 譬如最中午的時候 或是從早上跑到中午 太陽最大的時候去訓練 然後加上之前有過一定訓練 去其他沙漠國家 去適應溫度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遇到最痛苦的經驗 應該算是今年3月 在紐西蘭南島的250公里 因為紐西蘭南島就是山嘛 所以說它的高度很高以外 每天天氣也不穩定 尤其是我還記得 在Long March 80公里 它在爬了兩座山以後 在晚上的11點鐘 然後兩度下大雨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 肩進快溼溫的狀況 全身一直在發抖 然後你往前走 其實你都已經是 意志力在沉了 其實那時候我都覺得 天啊為什麼要這樣子捉弄我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可是對 可是當下你只能想辦法解決 你不是去抱怨 所以我那時候 把全身的衣服脫掉 就把那個BeeBee Bag穿在身上 然後大概過了20分鐘以後 我的體溫才恢復 再把衣服穿起來 再繼續比賽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就必須要想到辦法 去解決當下的狀況 而不是說我放棄 因為放棄很簡單 一句話馬上就結束了 可是我不選擇會這樣子做 踏出台灣以後 你說代表台灣以外 你看到的其實是更多元的榮心 其實我們要去比賽的地點 一定不是說我今天要去旅遊 第一個選擇會去的地方 然後再來我們會去的選手們 大家其實都有共通的點 就是我們熱愛挑戰 其實熱愛這樣的賽事 那我覺得沙漠超馬 有一個很棒的點 就是其實我們在沙漠七天 完全都沒有使用任何的電子產品 然後我們跟人與人的溝通 最直接的就是聊天 講話 一起吃飯 關懷對方 所以在七天結束以後 你碰到的所有的選手 你一虧得多了兩百個 各個國家的選手 各個國家的兄弟姐妹 所以說我覺得 這是我最大的收穫 是除了跑步的過程以外 其實認識人 認識自己 這才是我覺得 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全世界比賽太多了 你根本就比不完 目前我現在規劃是 我半年會是從事極地超級馬拉松 另外半年會是 在美式足球 我們這一季加入了CNFL這樣子 我們CNFL是叫做 大中華區美式足球聯賽 所以我們位在於南區 跟香港跟中國 廣州的球隊分在一起 那接下來呢 超級馬拉松呢 會是在明年 明年年初 過完年以後 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比賽 包括夜門的 Skoccia Island 跟索瑪利亞 索瑪利蘭 跟十月的南非的 卡塔哈里的比賽這樣子 所以目前規劃就是 一半是美式足球 一半是超級馬拉松 在我們比賽的過程中 我們會一直跟自己對話 有一句話在我心裡面 影響很深就是 堅持是開始的第一步 決心會帶你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這句話對我來很深 是很多時候大家遇到困難 就會放棄了 大家不會繼續再堅持下去 也許你在堅持了幾步 你靠著你的決心、毅力 你就會得到你想要的 或是達到你沒做過的事情 我還是要得到你 我還是要得到你 就來呢 有媽呀 我還是要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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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愧